不用炒糖色在家也能给老公做好吃的红烧肉 焯好水的五花肉下锅边炒出油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砂锅底放入葱姜蒜 倒入五花肉 安全蛋和干辣椒 一包红烧料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一瓶过年喝剩的啤酒 盖上小火炖40分钟即可 出锅啦 这样做的红烧肉软烂入味 让人小孩都爱吃